好 那這個就是 就是1017條跟就是 40系者第6條之1第6條之2合起來 就是 大略的狀態 那 婚前的案子比較好分啦 就是結溫時已經有了 那再來就是1017條 第3項的部分 就是 就是 就是夫妻訂立財產制之後 那之後呢 他 改用其他法令財產 改用法令財產制 那 之前的 東西 就變成婚前的財產 那再來就是第6條之2 那第6條之2呢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嘛 就是 他的特有財產 跟婚前的原有財產 是 我們把它視為了 婚前的財產 那 在第6條之2的話是 婚 就是 就是婚前的原有財產 那 在第6條之2的話是婚後的原有財產 就是說 工作所得啊 這一東西 都算是 那 這邊的話就之後我們會有一個蠻重要的爭議 然後還有 620號的解釋 那我們先講一下 婚後財產 婚後財產也蠻簡單的嘛 這邊就是 婚後取得的 那再來就是 1017條第1項推定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能證明 我們不能證明知道的是誰財產 我們把它變成婚後財產 那製作為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 我們之後是可以把它 用1030條自己去 分割的 好 那再來就是 1017條第2項的 知識的部分 就是 這個部分 其實考試也蠻想考的 就是如果在考試的話 比如說有講到股息 租金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那如果 比如說股票上漲 比如說從10塊然後結婚之後變25塊 這算是 知息嗎 這不算知息喔 這只是價值的上漲 但是如果 公司之後發股息 那就算了 好 那再來就是第6條之一 第6條之一的 這個部分 你只要記得這個時間就可以了 所以86年9月26號 以前會考啦 以前很常考 所以因為 那個時候剛修法 或是修法沒有多久 都很常考 現在已經 沒有人在考這個了 但是 如果大家還是怕被突襲的話 也可以記一下 那這邊就有一個小爭議 就是說 法條上面規定是說 就是 86條 86年9月26號 之後 我們認為這是 7的財產 對 那 請問一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時間過後以後 7是以什麼樣的狀態 取得他的財產 或7是什麼時候取得他的財產 那這邊就有 不一樣的見解 有 有 塑集 登記的時候 然後 還有塑集 74年修法的時候 然後還有一年後 就是這個時候 取得 那現在實務是踩這個見解 對 那 之所以踩這個見解的原因就是因為 呃 我們在 我們就可以這樣認為說立法者他並沒有去想要去改變 當時的那個法律的狀態 或當時的 法律的秩序 所以有學者就會認為說那就是 一年後 這個時候 去作為 他實際取得的 時間點 好 那這邊 比較有 問題的是 請問一下 電視權之一他這樣取得他是什麼樣取得 他是有償取得還是無償取得 他是什麼樣類型的取得 那 呃我們就認為說這個時候他是一種 法律上的取得 就是如果在這個物權法上面他是一種法律上取得 基於法律上面規定而取得所有權 那這個時候 他是無償取得 所以 他不會包含在1030條之一 的分配範圍之內 懂嗎 你去看1030條之一 第一項 但書的部分 魏斧金 然後還有無償取得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 因為 因為私情系的第六條之一所取得 的部分 就是無償取得 就不會包含在1030條之一 好 那接下來就講到第六條之二 第六條之二比較 有趣 的是 就是 他們就會去討論說 這個啊 到底有沒有要回溯到74年以前的婚姻 的那個狀態 他之所以會去爭議這個點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講的特有財產 在74年以前 他除了一個是專用嘛 就是夫妻之間的專用 第二個是醫療 不是醫療 第二個是那個 職業 然後第三個是證 就是 如果有生命的證 第四個是 妻的報酬 那 妻的報酬是特有財產的 他不用去分 你是婚前取得 或婚後取得 你全部都是特有財產喔 全部都是特有財產 我全部把它視為婚前財產 那丈夫怎麼辦 丈夫那麼辛苦工作 打拼努力 結果 好啦 妻子 找小三 然後我們就要離婚了 然後發現啊 沒想到我74年以前的財產全部都是 大家要均分的 然後他的財產我不用分 那我這麼辛苦 是為了什麼 然後就會有人說 那你這個 規範就不一樣啊 那你 就是當初就不應該去規範到 19年前 因為那個時候 跟 1030條 當初的1030條的立法問題不一樣 然後而且有害於出 所以 當時就會有這樣的爭議 但是 如果你去看書本的話 其實他不會講那麼多 因為他就會講說 那個時候 沒有講 就是他認為說不能去 適用74年以前 可是他並沒有講說他背後 到底想要增值的點是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比較好讓你去理解 可是你考試的時候還是不要這樣寫 對 千萬不要這樣寫 考試的時候寫的 我都幫你整理好 就是你在 26條那個 26頁 增點第28那個部分 你就把那個東西背起來就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寫 很長的修法過程 因為他裡面 充滿的都是歷史因素 可是 可是在 你在寫考卷的時候你要寫 這麼多東西嗎 不需要 那你只要把增點拿出來 然後把關鍵字丟上去 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說我的關鍵字就是 本橋涉及 74年6月4號之前的財產 應該不塑及去往原則上面許可 然後立法者沒有民謀規定 然後基於 父親民的原則就應該塑及 那當然 以前的實務見解的話就是 違背信賴保護 跟不塑及寄網 然後不真是塑及網為立法原則 這樣 然後 肯定說架空4至410號解釋 就是當初為了 74年的修法去處理的那些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刺激細則第60號之一 然後 還有他的結果呢 對賬付非常不公平 然後 如果 如果 他本來就可以塑及寄網的話 為什麼我們還要有 4至620號解釋 那我們這邊就要講一下 4至62號 4至620號解釋 4至620號解釋 比較有趣 可是他其實並沒有直接去處理這個東西 第60號之二的東西 反而他是去講的是 1030條之一有沒有在 就是74年之前的 東西去處理 就是看可不可以去適用到 呃 74年以前的 那個夫妻財產的狀態 那 4至620號當然就是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那他那個 他那個時候其實並沒有去講這個東西 他的 他的內容就是說 就是 呃 夫妻與婚姻關係 存續中取得 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之原有財產 並不區分此類財產得於74年6月4號以前取得 或 呃之後取得的 所以他就說我沒有要區分的意思啊 對 那他並沒有在講 就是 這條 就是 呃第6條之二的東西 對 那 這部分的話其實就是 那個塑及既往的爭議 這部分 之所以他們會這樣去爭議 的原因 是什麼 好 好